国内各州水灾灾情逐渐缓解 东海岸、中马、西马和东马七个州属的受灾人数都大幅减少 在民陆续返回家园 不过水利灌溉局还是提醒彭亨、雪兰娥、荣佛、马六甲和沙巴居民要保持警惕 因为州内多条河流的水位还是处于危险水平 如果再降暴雨随时泛滥成灾 水利灌溉局今天发文告提醒彭亨、雪兰娥、柔佛、马六甲和沙巴几个地区的居民要提高警惕 因为州内多条河流包括彭亨、白乐河、彭亨河、雪兰娥、沙白安南的安南河 柔佛的麻坡河、东甲河、马六甲的马六甲河、沙巴的巴达斯河等等 水位还是处于危险水平 如果再降暴雨随时会再酿水灾 至于各州受灾情况 第二波水灾重灾区 柔佛的灾民人数已经减少 从昨晚的5923人下降到今早的5399人 灾民人数最多的是西加末 一共有3804人入住临时疏散中心 东甲598人 丰盛港有470人 有480人入住临时疏散中心 除了柔佛之外 彭亨、森美兰、马六甲和沙巴的受灾人数同样下降 彭亨州目前还有1846人住在疏散中心 森美兰1488人 马六甲1256人 沙巴3385人 至于雪兰娥的灾民人数和昨晚一样 有40人入住刮拉冷月救灾中心 而登加楼的灾民人数也维持在19个人 分别来自五个家庭 满座